通常我退休了 不過有些朋友叫到 我就幫幫他 旁邊找不到人駕駛 好過坐在家裡悶 的士業界人手不夠 長者司機也要留守崗位 現年81歲的陳重茂也不例外 他本身沒有經濟壓力 但每個星期都會幫朋友看三四日工 由下午5時做到晚上11時 他對自己的車很有信心 我不過 通常我停車時打了燈號 看清楚沒有阻礙人才停車 那時候我開工 年輕時開了十多小時 現在最多都是8小時 我就下班了 是否覺得體能精力就沒有以前那麼好 為止 增加增加增加這麼多 我通常要開工 來說走一個多小時 我落地走一會兒 走一會兒 早前北角炮台山道交通意外 涉事司機已經超過80歲 再次令人關注 長者司機會不會帶來安全隱憂 香港的士商會主席王寶強就強調 意外和司機的年齡無關 你不是一足夠打船人 不是所有的長者 都是手腳慢的 這件事是不應該這樣說的 交通意外我認為 就是司機的駕駛態度 不是說年長的司機 他意外多些 我覺得他駕駛態度問題 不是說身體問題 有些司機經常把很多電話 放在錶板上 可能都會影響他們駕駛 又想看Apps 又想接著打各樣 開車就有點疏忽 70歲或以上的司機 每三年要做一次看檢 他認為已經很嚴謹 如果加密到一年一檢 是擾民 醫學會會長鄭志文就說 職業司機和一般私家車司機 所需要的條件不同 而司機隨著年紀再大下去 身體情況也會有不同 因為政府不應該一刀切 將70歲或以上人士的體檢要求劃一 或者反應時間 都會越來越不理想 他更建議現在入模以駕駛測試 檢查司機的眼、手、腳協調能力